来看看有一个团体叫做台湾民政府 他们否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 同时他们也不支持台独的 甚至还发行了自己的身份证跟车牌 今天在花莲办公室门口 惊见一次了爆裂物 在箱子上他们贴了胶带 跟盖了手印 他们立刻报警处理 因为他们主张台湾的主权 依然是属于日本的 所以被邻居酸出说出事了 应该找日本警察吗 怎么会去找台湾的警察呢 封路封路 警方大阵仗封路一旁店面还围起封锁线 刑事局出动逢暴小组 因为花莲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 疑似被人放置爆裂物 我上来的时候就是一开门 就先看到那个疑似爆裂物那个 那个手机这样 我们后来到门口要开的时候 又发现说那个有做一些 用发票然后上面做盖章木计 然后过没多久就又有人来绕场 这件事情里面你可以叫那个日本 一旁住户说得很酸 台湾民政府对外说有自己的身份证 又有自己的国家 怎么出事情却是找台湾警察来 所幸防暴小组透过电脑判读 发现黑色箱子里只装了一个铁卷门的遥控器 拿着长杆把黑箱放入防暴桶内 拖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解除状况 这个小防暴空气是在这个黑笔箱里面 是有什么用途 那邮件是由这个防暴小组先带回去 跟我们监视单位啊 再做一步进一步的鉴定 已经掌握他的身份 我们现在已经太专业了 去把他带回来 大概是原住民 他很凶 大清早六点多 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 坚持要拿身份证给协会人员 最后丢下一个不明箱子 在地上人就跑了 这诡异动作吓坏人 警方寻现找到业性嫌犯 男子公称是因为想入会 才会跑来放箱子 但这突如其来的入会方式 把警方搞得人养马帆 记者很猛俏 后面报导